2019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美洲赛区总决赛在多伦多落幕 胜出的冠亚季军将进军本年度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全球总决赛 入围美洲区决赛的实名嘉丽 依次登台表演了舞蹈契乐等才艺 并在凤凰卫视名嘴玉池林家主持的问答环节中 围绕文化科技环保等议题进行才智问答和互动 他们以最佳状态向评委和观众充分展现了美丽与智慧 个性与爱心的新时代女性形象 经过激烈角逐潘千荣 格林盈利和林维希分获怪亚季军 他们将进军本年度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全球总决赛 我真的参加这次比赛收获了非常多 我找到了之前从来没有发现的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主动地提出来蹦击 然后认识了那么多那么多优秀的选手 我觉得我就学到了怎么管理时间 然后我学到了就是认识更多保养 一周的活动中我们互相学习互相鼓励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 这个比更多的是一种天涯若比零的比 就是大家比肩战斗共同进步 本届比赛是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美洲赛事 举办15年来首次在加拿大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多伦多进行决赛 应该说就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华人居住的城市我们都在 这个跟我们的凤凰的宗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意义就是我们把华人又凝聚在一起了 这个赛事得到多伦多温哥华的几个机构 以及重量级企业的大力支持 这个活动可以展示中国女性不只是美丽 还有智慧相结合 那我们做房地产也是希望能有美丽和智慧 就是外在和内在相结合 我们特别认同凤凰卫视在举办活动上面的 一直坚持的观点 美丽与智慧同行 凤凰卫视腾中琴 多伦多报道